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一般这个文化界啊出版界就觉得哎你们说香港是文化沙漠就这个这算绿洲了吧 这是香港的一个台子贸发局办的贸易发展局对哎对是生意机当然其实也具有集市的这种景观 这个而且呢嘉辉经常参与嘛文道也参与还当过主持人 你看嘉辉今年一不去呢他们就乱了我个我在北京听到了好多这个段子 我觉得挺有意思就说比方说说说说谁啊说槽点啊就吐槽 先吐槽的就是说你看人家说了往年都是马家辉在内的几位香港知名文化人坐镇主持 无论如何在专业性上是没问题的 但是不知为何今年他们纷纷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网络电视台的主持人 这是指的书展的一些讲座于是呢若干个讲座现场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是在网上看到有人写的文章啊 说比如说这个在侯孝贤跟谢海蒙的对谈活动中主持人最关心的问题是 为什么周运会接你的戏 他不是只接他老公姜文的戏吗 这样姜文不会有意见吗 我觉得问的挺好 以及为什么叫刺客聂野娘而不叫聂野娘呢 侯小贤只好摸摸鼻子说 因为聂野娘已经被注册了 然后要知道就是这个 就是主持人的问和名家嘉宾的答不在一个频道上 他们指责说呀无知的抢白肤浅的提问 几乎让人怀疑他是否在开场前几十分钟 才刚刚百度了作家的资料 至于所谓的名家是否货真价实 则又是另一番老生常谈的这个话题了 然后就是比如说这主持人问这个六旬导演啊 你拍不拍青春片呢 就是说 然后就是什么说那个哎 周国平啊 什么这是哲学大师啊 什么你们知道他的粉丝有多少吗 680万 就是在书展腰呼 你可以看看照片 你看看照片 这是什么是 这就是说他好还是说他 嘲笑他 这是书展的这个集市 我们看到这个非常有意思啊 你再看下边 这个百万百万进场 说今年盛况更盛往年 他们都用这个人数来衡量 说今年就说比比去年好像人是多了 还是怎么着 反正少要过百万 到最后你看一百元八本 然后这个很多也是内地的这个客人 你再看下边 你看这就是哎 说这是哲学大师周国平 粉丝六百八十万啊 然后再看 这个哎 这是咱们扎剑英 扎剑英去了 这个和黄子平 你再看下边 这就是这个侯小贤 谢海蒙 朱天欣的女儿 就谈 对 朱天欣跟唐诺嘛 谢 谢财君 然后呢 这个我觉得为什么谈这个事啊 挺有意思 这个扎剑英去了之后呢 回来呢 他说他想聊一集 但是他就去美国了 然后这个扎老师呢 还专门你看给咱们写了一个这个 特地为了节目 写了一个 他就想他就他说这次参加香港书展啊 他的感受很复杂 什么又赞佩又震惊也困惑 希望你们能够聊聊 首先他就说呀 在香港这个香港书展 生活压力这么大的地方 能够连办26年 办成亚洲第一大书展 超过100万人到场 而且人山人海秩序井然 他也是挺挺赞佩啊 位为奇观 可是呢 他也说到另一个情况 说 可是我又听说 实际上香港人最不爱看书 就是来来买便宜货 特别是最后几天 人最多都是来打折 他谈到一个情况 就到最后这书商是什么 就像那个毕生客吃那个 成那个沙拉一样 说100块钱 100块钱 就是那个一本书这么大小的纸袋装 你能拿多少拿多少 就100块钱 能装满是你的本事 纸袋破了都没关系 哎 以至于到最后有人怎么都算啊 把这个纸袋撕了 然后用这个纸袋的这个纸能覆盖这个书的多少个这个书籍 能覆盖多少本 全爆走 这也算 100块钱 所以最后大家就是 那这个 狂欢了 选书就带有讲究了 因为你拿那种很大很大的书就划不来了 你搞一种绣真本的什么论语啊 三字经啊 那不就可以拿一大堆了 大卖场上最畅销的是少儿书 以及各种旅游指南 漫画 鬼故事 就是 然后呢 这个他的第三个感受呢 哎 他第三感受我待会再说 咱们这个专家马 马博士应该说说了 你参加了吗 今年没有 因为我要写小说嘛 对 为什么你不参加了 没有 因为我就写小说嘛 我要闭门写个长篇小说 还是说你对他们有点异性 没有 我就跟骗朋友们 我不在香港 那结果呢 龙应台就传有电邮给我 就写 家辉 你别装了 我知道你在了 那只好我去了 龙应台有个讲座嘛 对 去了听他演讲 他那一场3000位听众 以为3000块钱 那家建英啊 家老师啊 他那场我也非常抱歉 因为他本来说 希望我主持 我就因为要写小说没去 那我不惊讶 那家老师这种意见 因为毕竟是那个 那个过客嘛 在香港书展这样子 因为大卖场这种噱头啊 行销的噱头 那是最容易被看到的 而且感觉印象也最深刻的 可是都不能用那个来代表书展 等于香港书展每年都有人 今年有一个美魔女啊 有一位四十多岁的罗宁 那个那个以前当过 四十多岁 娱乐界的 后来离婚 他拍了一本写真集 就说是他七十多岁很年轻啊 你怎么说是 不是就是说他特年轻是吧 对 看不出老了 就性感 有了手里的意味 我看到那个电视节目 然后说他现在全世界有名啊 他说我现在全世界有名啊 因为美国媒体也访问他什么 怎么保持减肥啊 怎么不吃东西啊 蛮漂亮的 我本来还想抓他来节目 后来觉得太危险了 碰见我是吗 你太危险了 你太危险 都是四十多岁 没有就是也是非常受到注意嘛 就像美国媒体也报导他什么 那可是那个也不代表书展啊 因为书展除了那个四十多岁的美太太啊 他离婚啊 美魔女 还有什么周国平啊 扎健英啊 对 侯孝贤啊等等等等 所以我觉得扎老师没有错 可是说假如他的意见啊 跟香港书展每一年之后看到的统治数字 也跟不太符合 符合 因为统治数字每一年都告诉我们说 出版社里面推出了很多的好的书 像去年的萧军回忆录 不是萧军 玉记 玉记 今年的那谁呢 文革的谁的里面呢 好像四人帮其中一个 张春桥 郁中 对等等的 都卖得非常好 还有很多好的很有深度的书 都卖得很好的 还有 所以我觉得说这就是香港了 因为那是百花齐放 我经常说的文韬 香港书展是全世界最诚实的书展 他怎么说 香港就是这种情况 不装 香港有读很好的书的人 像子东 像文韬 当然也像我 我们去 那也有 也有看那个写真集的 去买便宜货的 为什么不买 那么便宜 今年警察局都介入了 是吗 你没听说吗 有个六岁的女童 对对对 他写真出书 他有穿衣服的 有穿衣服 有穿衣服的 但是是卖性感 你很难说了 就像那个 我没看 我听说 看到报纸 我们看到报纸 那个因为像那个摄影师 他这样说 你心里有那个不好的想法 你看到一坡树 你都觉得想起升级器官 想起阳俊 他是说没有 他卖的是他的纯真 他的美丽 当然这种全世界都是 暧昧的灰色地带 六岁出写真 对 因为写真这两个字 首先已经大家 对 先从这角度来看 写真 徐启东写真机 不不不 这两个字原来是日文字 就是照片的意思 对 他写真本来本来就是 就是照片 对 那但是做中文呢 不知道怎么样变成了 就是拍半裸 或者裸体照片的 才叫写真 而且呢 还把它用来形容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一个大家的误解 对 没错 所以因为面对好像加老师的很多朋友 我都会这样反问说 那你也是要被邀请的嘉宾 我们就香港这边会邀请你来 你也讲 而且现场听众也蛮多的 回应非常热切 那难道这个不算吗 难道你只看到什么写真 大卖场的才算是香港书展吗 为什么你看到好的部分 你不把它呃 承认为香港书展的一部分 他要是看到好的部分 他还算知识分子吗 你们知识分子不就是整天盯着这些招事吗 哎 你甚至扎老师讲的 那叫底线更深了 你一看扎老师 我觉得他有点政治 政治狂 跟徐老师一样 这这家伙观察问题怎么观察呀 他说这就要说到我的第三个感受 书展表面盛况之下的暗潮汹涌 他说这个2000年前后 我在香港住过两年 这次就地重游印象大变 香港社会因为这个政治而撕裂的程度 超出我的想象 令人震惊而痛心 比如书展年度作家历来是香港人 但是这次坊间传说 原定的人选李碧华 因为政治立场分歧而婉拒 结果只好转而定了一位外来人 这咱也熟李欧凡 我看过一篇文章 说李欧凡实在跟香港关系不算太大 然后呢 有些本土话题讲座 场内外气氛紧张 保安升到一级戒备 警察叔叔到场这个维稳 就是 那么这个 这也是他注意的一个地方 所以他最后的结尾就是说 总之这个享誉亚洲的第一大书展 未来到底主要是两岸三地 互相增进交流理解的文化桥梁呢 还是一个新的明争暗斗的角力场 危机重重下的香港 有可能用读书和文化 来弥合社会和政治裂痕吗 还是恰恰相反 书展将在各种毒气熏染中 逐渐退化变色 谢谢广告 恰恰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下期见 这个讲道理由反而的 我要讲几句话 因为我在UCLA指导论文 他就是我的指导老师 这次呢 他得这个年度作家呢 他们 其实是嘉辉背后策划的 他明报四季版 还找人来采访我 我们还有一篇很长的报道 我个人觉得呢 给刘凡讲的是一个好的事情 就是香港文学啊 这个香港作家 一直有一个定义上啊 有一个狭义广义的之分 没有好坏啊 狭义广义这个两个都是 都是一个中性词 狭义的呢 就是指这个作家呢 一定是住在香港啦 写香港啦 通常在香港发表 而且最好讲广东话 而且最好有香港身份证 从这个狭义出发呢 有一些重要的作家呢 虽然香港人很喜欢 但是他们不把他算作香港作家 比方说张爱玲 比方说余光宗 比方说施数清 在施数清在香港住了很久 写了很多东西 对张爱玲对香港的文学影响很大 但是香港作家会说 这不是香港作家 但是呢 其实呢 香港文学可以有个更宽一点的定义 比方说台湾就把张爱玲 作为台湾的经典作家 其实张爱玲在台湾一共只有二十几天 但是 王德威他们坚持说 没有人比张爱玲 对香港 被台湾文学影响更大了 所以他应该是台湾文学的经典作家 那讲起香港 那更加是的 张爱玲 虽然他在香港三次都没有写香港 他离开香港 一辈子都在写香港 所以他是对香港影响很大 所以我的意思是 今年虽然有一些幕后的原因 但是他们给李欧凡这个双年奖 给这个年度奖 我觉得是很好 有点拓宽 而且他对香港也很有关系 他虽然不在香港出生 不在香港受教育的哈佛教授 写的书主要是关于上海鲁迅等等 但是他最近十年 一直在写香港的东西 有很大的影响 你一个城市 我理解很多狭义的香港文学的定义 背后是一个本土认同 我理解 但是一个大城市 你要有一个胸怀 纽约的作家 不一定说我一定要纽约出生 对不对 巴黎的作家 不一定一定要写巴黎 对不对 所以你说巴黎的作家 只为巴黎的市民写作 那就局限了巴黎的文学 所以我这个意思就是说 年度作家给李欧凡 我知道金庸之所以不接受 是因为他现在身体实在太差 因为做年度作家要很多访问 很多金庸 董桥是推的 董桥不知道什么原因是推的 李碧华他就推了 而且他 这个原因吗 对 他就是说我不在某某的这个时期 刘凡提名小思跟黄碧云 其实他是想推的 可是他太太说 你不要推了 你以为你是谁 所以他就接受了 我觉得是好的事情 我完全同意 子东说的 因为里面 我 对 张老师也可以批评批评 我蛮高兴我没主持他来讲 不然吵起来 因为我觉得可能张老师被媒体误导吧 或者说我更严厉的说 他假如说这种评论的话 基本上不仅不了解香港 心中没有香港 怎么说呢 第一个被误导 因为有一次媒体报道 李奥凡老师当香港苏展年度做家 然后下面就配了这个新闻了 李碧华推掉 那整个感觉好像是说 广东话叫做什么 执乙滩 这是怎么讲呢 执乙滩就是 别人不要的才轮到你 你捡人家不要的东西 捡人家是剩下的 对 这种感觉 我们做任何活动都明白 过了一个门槛 不管是谁 他们就是非常值得 而且没有可比性 对 一个是一流的学者 一个是很好的作家 其他就是考虑技术的问题了 可能包括 我不晓得 有些活动可能包括了 考虑去年给了一个男的 今年给了一个女的 那其他男的就再厚一点 反正你过到那个门槛 都是应该有那个荣誉的人 OK 甚至倒过来说 他们愿意接受 是他们给你这个书展的 把荣誉给你书展 所以这种这是媒体的浅薄 我说唯恐天下不乱 那被媒体误导的知识分子 叫什么知识分子的 我是有这种感觉 但是我是觉得 因为这个书展我没去参加 但是我就是看这个报道 我觉得这个扎老师 要不说你戴什么眼镜 你看见的就是什么 他说的这些呢 似乎也不难捋出一个蛛丝马迹 比如说你要是带着一个政治的眼光 去看一件事情 里面确实有很多能反映这个东西的信号 比方说有一些讲座 好像你比如说这次书展上 表现出有人就说 呃表现出比较火的一些书啊 就是一个张扬香港本土意识的一些书 那是我们系的一个同事 是吧 就比较好像就比较火 这本身跟香港近期的这个政治 是有一定联系的 另外在有些讲座的时候 特别是论题相关的时候 甚至就是你比如主持人 好像我们那个静一都去主持 说静一主持的还还还还挺有方张法 就说哎 哪位拿了雨伞 我们拿出来看看 这说明我们不要只打一把雨伞 咱们不要这个就遮蔽 就是就是相显相给大家吃个定心玩 可不要闹起来 而且确实保安有加强 这就只是就你比如说扎老师 他作为一个域外的一个人 他看到这么一些信号 他会不会觉得 哎这个社会跟当年他住香港的时候 他是几年在20000年 他十几年没来 对 不要说对不要说香港 十多年十年好了 台北改变了多少 广州变了多少 上海变了多少 牛亚变了多少 对啊 他当然是改变是一定的 那扎老师当然也看到一些改变的地方 可是要把它放在脉络里面看 像说什么本土的书的大卖特卖等等 不是今年开始了 从2003最好卖的一本书 就叫什么董爸爸跟董建华先生有关的 这是那个每一年这个书 因为好多年轻人嘛 去香港书展 好多是香港年轻人 年轻人就对这些可能会比较注意 就是说对这个假奴女不把它放在香港社会 特别香港书展的脉络来看呢 很容易就被误导大惊小怪 像我们说回李欧凡 刚刚子东说的很对 这样扩展了广义 而且根本不是从李欧凡开始的 前两年的刘以畅 刘先生是谁啊 大作家小售家40年代 那个字念唱是吧 我是这样唱 上海人 但他被承认是 他被承认是香港作家 一般是 可是40年代他已经在上海边复刊了 后来就上海临线了 他就来到香港 他跟姚雪云啊 他们关系都很好 那香港而且这个 所以为什么我说香港书展是最诚实的书展 他就面对的 香港本来就是一个移民社会 我们都在啊 大家有了身份证 贡献 来了 我蛮喜欢深圳一句话的 有点肉麻 可是蛮喜欢 他们搞去年前两年搞活动叫什么 来了深圳 这是深圳人 来了香港 就是 对啊 你拿了身份证 你付出 像刚刚子东说 李欧凡 哈佛大学找人写书 谈香港文化 他写了一本英文的很重要的谈香港文化的书 他还不是香港作家 开玩笑 对 我觉得应该放回香港的脉络了 他是你放回香港脉络 我觉得他是有一些评论的 我觉得纯属于就是文化人的一种评论 比如说一种上百万人进场的这个盛况 对吧 也许冒发局高兴 但是这一点也不能说明香港人就爱看书 那意思就是说现在比起韩国每年年一年平均看11本书 据说日本人人家一个人年均看40本书 说香港人根本就不爱看书 一个书展改变不了这个 就说明不了什么 并不能说明香港人就多么爱看书了 他们可能爱看的是做菜的书 对吧 这是一种观点 那么还有一种观点呢 就是说这个香港的这个这个 咱们先去掉广告 将三元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这这这这这这哥们就撰文李清 他叫李清啊 呃就是写的这个吐槽啊 你想他就最后说什么 是世道变了吗 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平价就便宜的噱头之下 买一本有灵魂有温度的书 如同购买一砖一瓦一样轻易 只需要估计他的尺寸和重量就可以轻易的收入囊中呢 他跟买菜买衣服买鞋的区别在哪呢 读书难道不该是缓慢优雅而温柔的事情吗 啊 难怪梁文道说 你看还挂着文道 难怪梁文道说 每次在吵吵嚷嚷的书展 邂逅到几本业界良心 想到人家花了不可计量的心血 自己却用这一点钱就捧回家去 都会觉得惭愧呢 买买买买的到底是些什么 哎这是什么老嫂 我感觉坦白讲 这些所谓观点啊 是一种傲慢的情绪啊 傲慢的历程 第一个买书 当我需要那个书的时候 他便宜能够 我需要他我买 没有不对啊 因为我买不管什么吃喝玩乐 乱七八糟的书 不表示我不买其他的书 不表示我不看其他的书啊 还有再从一个年轻人的角度看 有谁读书不是一部 从第一本书到第二本书 到第三本书 我每年都很感动了 为什么 有了互联网 每年过完书展 我就上去看看年轻人的写什么 好多都是 好多是这样说 我准备了两百块去买书 进去买 买了几本谁谁谁谁 不小心碰到一个 周国平是谁啊 有一本哲学的书 他又有讲座 买回去 看得还蛮好看的 原来有哲学这个东西 这从这个 他可能去晚而已 可能一年 他根本不去书店 可是好了 香港书展 很好玩 七天跟朋友去 臭高兴臭热闹 就从了意外的遇上第一本书 可能改变了他的生命 我觉得刚那个李先生 还是谁的 所谓吐槽 我觉得就是 只是告诉全世界 好吧 你很优雅 你很有品味 你很缓慢 好了吗 你不能这样瞧不起 不能那么傲慢 对待其他人的阅读的实惯 我大概 我忘了我去年 前年我去做过个讲座 是关于莫言的 那么我注意了 下面这个一两百人呢 其实相当部分是讲普通话的 其实这个角度要考虑进去 今年的情况 尤其是 因为香港书展现在越来越出名了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啊 内地的大量的媒体啊 就会专门来报道这个事情 你是想 现在内地文化在数量上非常厉害 各种报纸杂志网络 可能就有几百的人在那里 所以有些会场啊 基本上就是以内地的 而且他们是专业的出版工作者 新闻工作者的角度去采访这个书展 所以有些吐槽的角度是这样来的 而在香港人呢 他从来是多元化的 你啊 那么周秀纳 我们把它作为亮点 但是你懂乔的书在签名 照样很多粉丝 所以香港对书展历来是 很多元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内地的这个新闻报道 尤其是文化界的新闻报道 跟香港的大众接受书展 大家的角度有点不一样 没有谁有错 只是角度不一样 但是只是有一点 我想借机会提提 因为香港也有内行 就办书 就是书店的人跟我说 说这个冒发局啊 太重视生意 他们这个摊位啊 钱很贵 给的时间很短 就是说别人 你今天租啊 就昨天才开始可以用 就是说这个经济账算得非常细 书展一完了 马上就要撤走 什么都要搬走 这个经济账算得越细呢 我跟你讲 你这个卖钱的漫画之类 他们就承受得起 你严肃的出版社就困难 就非常 你刚才讲出好书的出版社 他不对书展有意见 可是他对冒发局有意见 就是你们把我们的书 跟那些就是多少块钱 一起打包 同样对待 把我们搞得很辛苦 这个我觉得他的意见是很重要的 冒发局 报意发展局啊 对 你这个搞 成也是他 败也是他 这个业界良心 其实就是一定是 我们在书轮 你这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